主席,其實我們剛才在不需要再討論的情況下 通過《珍珍批制小組委員會》提出的 有關落實環境及新大谷環境科與環境保護處的內部重組的建議 現在去到項目二,其實就是一個自然要做的事 既然通過了這方面的重組的話,相關有些財務上的安排 有些是要增撥,有些只是種目的調動 所以其實都是自然而言的事 所以主席就表示,對這方面都自然繼續支持他 我也在這裏重申一次,其實這次的重組之中 其實我們行內叫局處分家,環境及生態局的常秘 所以就與環保處處長以往由一人兼任的,現在就分開 實際上也顯示,局與署之間,其實那個分工可能是更加清晰的 即是局在政策方面的離定等等 而是處方落實政策,各方面的具體的工作和行動 當然這也是市民都很熟悉的,環保處處工作 這個分開其實就並不表示將來會在政策上有什麼分歧 其實是一個具體的分工而已 而在分工之中,其實也都需要一個更加好的協調 我亦都是期待這個重要的日後環境生態方面的工作 就能夠落實處 當然,現在環境生態局也都有一項很重要的 就是以往食環處的工作 這些與民生息息相關的,也都會在這個組織裏面的了 我亦都期待各方面都能夠讓市民有更加好的各方面的服務 我只是發現是表示支持,也都沒有什麼問題需要再提問 因為以往都談得很多了,多謝主席 在這裡我很多謝盧議員的意見 所以我們在局處分家之後 為了能夠讓我們將來的局更好地去掌握一下技術的問題 我們會在環保處裡撥160多個位置去局 解決了以往如果我們局對政策的掌握不足夠的問題 所以溝通方面將來都會繼續維持到,不會出現問題 在這裡我們很多謝盧議員的支持